第1天地战海啸 第2天航空事故 第3天大规模火灾 2024年正以非常糟糕的方式拉开了序幕 全球天灾人祸连接发生 接下来的世界将迎来什么样的大型灾难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一禅雨 听君一席话 从此风水不求人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阿南德发出紧急通知 台湾七点四地震后 今年南逃九大灾难 只有一种人可以幸免 愿菩萨保佑你也在其中 一起来听 中央气象鼠指出 上午七点五十八分左右 台湾发生有感地震 镇央在花莲县政府南南东方 25.0公里 位于台湾东部海域 瑞士规模 7.2 地震深度 15.5公里 稍后又发生规模 5.4地震 花莲灾情严重 多处楼房传出倒塌 第一起地震 花莲最大震度六强 一栏 苗栗 彰化 新竹 南投 桃园 及新竹 台北等 都是五级 很多办公室摇到天花板掉下来 计算机也掉下来 北节也停驶 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某工厂内 有两名工人 疑似被掉落的物品杂伤 两人目前由救护车送医 索性 二都仅轻伤 有关灾情 还待市府相关单位后续统计 截至上午八十四十六分 已有十一起 规模4.4至规模6.5余镇 都为显著有感地震 台湾这次的地震 其实阿南德早就有过提醒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阅前面的视频 为什么2024灾难频频呢 后续还会发生更大更恐怖的灾难吗 去年特别强调的天灾之意 结果 去年多国也陆续发生了历史性大地震 如土耳其强震 摩洛哥地震 阿富汗地震 中国甘肃地震 尼泊尔地震等 死伤惨重 相信经常观看预测视频的观众也知道 前不久就有视频曾说过 大地震的能量尚未过去 它将会一直延续到明年 由去年杨历12月22日冬至开始 世界就启动了甲醇龙岩的能量 而日本就是在1月1日元旦节发生的7.6级的大地震 同时也引发了超过一米高的海浪袭击 日本一度触发海啸警报 昨天也发布了大地震倒数的预测视频 再次告诫大家 结果就在一天后 台湾就发生了如此恐怖的地震 深感痛心 愿菩萨保佑各位和亲朋 免受苦难 但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很有可能会发生更大规 磨的地震 尤其是在阳历4月6月和12月 地震发生后或会引发海啸 还有土崩及山泥倾泻的可能性 其中东方南方和西北方的国家 更加需要多加留意 让人非常担心的是 今年会爆发更大型的毁灭性地震 希望生灵涂炭的像不会发生 除了地震的能量之外 水墓交加的能量也十分明显 2024年九韵的到来 最明显的是水火交战的能量 拿督郑伯剑曾说过 火速风潮这个蔓延潮 也即将发生 由于水火交战以及阴阳的同时存在 就意味着有两极化的现象 有极度的高温就会有极度的低温 除了有越来越旺的火是热的能量之外 接下来还有寒冬和极端现象的出现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 2023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 而2024年的平均气温也可能会随之增高 由于热能量的作祟 太阳风暴肆虐地球的可能性非常大 届时极端气候和温室效应 这些现象会越来越严重 拿都在一月初层预测 这股火的能量将引起高温 火灾爆发潮 野火毁灭潮 干旱河流干涸 以及植物大面积枯萎的状况 1月3日 日本福岗县著名商店街 发生大规模火灾 火势迅速蔓延多栋建筑物 消防局固化了13个小时 才成功将火势扑灭 来到2024年9月 梨挂也代表火的能量 不管是在自然灾害上 或者人为导致的祸害 都不容小觑 去年曾说过人 雷克抵挡的最高温度是42.3摄氏度 100年前 美国死亡股的历史记录 就曾达到56.7摄氏度 他认为在2027年之前 美国的死亡股温度 很有可能会打破记录 届时会引发更多的人道危机 所以今年 没有特别留意杨历的4月和6月份 以及澳洲南亚东亚和北美洲的区域 九火运的能量环环相扣 极端的气候也会延伸出各种天灾 比如日趋严重的冰山融化水患 能量间接也会被加强 水位的提高 将导致许多低洼地区和国家被淹没 面临灭顶之灾 2023年 他曾对冰川融化做出一系列的预测 但很不幸的 地球变暖的问题果然持续不断 在南极的世界最大冰山 也在去年12月开始移位 地球变暖导致2007年到2016年之间 融化的冰量是十年前的三倍 北极格陵兰的冰量也减少了一倍 海水温度升高 将会导致破坏力更大的热带气旋飓风 极重大的自然灾害 以下的都市和区域都会首当其冲 其中包括纽约悉尼上海伦敦等大都市 还有湄公和三角洲地带 他还曾在一月的预测大会上说过 墨顶之灾要注意的是 暴风雨、大洪水、水坝决堤 还有极端严寒气候 会再有创纪录的可能性 结果才过了一个星期 台北就迎来了入冬以来 最强的寒流袭击 全台低温寒流笼罩 出现低至4.6摄氏度的低温 当日就发生了多达92宗心肌梗塞的事件 以极度低温有关酒韵 也代表着新方面的问题 而且病发是快速的 心脏衰竭也是人类致命的突发病之一 因此极度寒冬的后果不容小觑 西方和北方国特别需要注意 此外由于酒韵动荡能量的牵引 每一年都将会发生不同类型 而且是百年一遇的极端灾害 还有一个国家 今年需要特别留意洪水灾害的危机 那就是泰国 泰国最大的水患能量 极有可能会在阳历五月和十二月发生 这两个月的自然灾害能量 会更加的严重 甚至会出现滔天大浪 多地将被淹没 不单是低洼地区 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也需要多注意 水患将大大打击农业 大家需要未雨绸缪 做好应对的准备 否则水患一旦发生 将民不疗生 后患无穷 除了刚才预测的自然灾害之外 病毒灾害的能量也需要多加留意 至2019年 新冠肺炎爆发已进入了第五个年头 虽然疫情已不在世 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事故 但这种病毒仍然传播和变异 包括2023年初也有预测过 东方国会爆发多种病毒同时肆虐的疫情 结果去年年尾 中国就有多个 以呼吸道感染为主的流感出现 世界貌似欣欣向荣 经济也在慢慢复苏 但仍然能看见一个衰落的像 而来到2024年这个新的一年里 认为还是会有进化 或新型的病毒出现 尤其会攻击人的肺部肠道和免疫系统 此外 近年会有多种混合病毒攻击人体 但无需太担心 因为这种混合病毒的威胁 不会比新冠病毒更大 至于动物方面 瘟疫和禽流感也会继续发生 东方和南方国必须做好防范措施 还有一点值得留意的是 进入了九火运这几年 火能量暴增 因极度高温和温室效应导致的冰川 将融化得更快 长期被冰封的万年病毒会被释放 古老的病毒或是变形虫引发的疾病 或将再次袭击人类 引发另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流行病 就有如一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 其实也是来自冰川的病毒 所引发的 今年仍然有人造病毒泄露的可能性 尤其是在东南方和西方国 新病毒的危机 加上全球化社会的连接性 可能导致病毒更迅速传播蔓延 全球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 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接下来今年 将会有极度严重的大型交通灾难迹象 2024年元旦期间 就连续发生了多宗事故 元旦1月1日 日本石川县伦敦半岛发生的7.6级地震 当全国还在关注地震灾情时 1月2日 东京羽田机场 又传出飞机擦撞起火的噩耗 每一直都说久运到来 或是会越来越旺 可能会有人觉得这只是巧合 但在近几年 无论是在线上或是线下的大会 甚至是制作很多的预测视频 都无数次在警惕世人 要做好针对九运变化的防疫 就在前几天 中国江西移动六层商用建筑 发生恐怖火灾 最终酿成超过40人史上的悲剧 假陈年会有大型交通意外发生的可能性 更让大家觉得毛骨悚然的是 大会中交通灾难的照片画面 竟然和日本元旦空难如任一辙 大家在今年必须留意大型空难 劫机渡轮火车等大型交通事故 此外 今年也会发生海上冲突 特别是在杨历二月五月和八月 能量特别的强 曾多次提及南方会相对兴旺 南方国将成为未来的战略地点 占据重要的位置 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人口会向南迁移 改变接下来二十年的人口的结构 文化政治以及经济 久运的火代表虚假虚换虚 你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让人难以辨认 在未来 网络犯罪骇客 形形色色的诈骗手段将会层出不穷 蔓延全世界 尤其是智能化的失控 让诈骗更加猖獗 此外网络攻击 甚至是全球化的网络攻击 是值得关注的 政府机构 大型基础设施或会被大规模破坏 形成混乱和恐慌 久运到来 天灾人祸病灾等问题将会热议 严重颠覆常理 高温带来的灾难 以及极度低温带来的后遗症 也不容小觑 它已不像罢土运的天灾 罢运的灾祸是相对温和 以及进展是相对缓慢的 但九火运的灾难 将会无警戒的突发式降临 快速蔓延 以及具有毁灭性 或可以温暖世界 但中心是空的 所以被极度后悔变得非常无情 这就是阴阳 也是自然的道 万事万物皆有因后有果 九运为最后一个天使运 九运的审判要到了 奉劝大家一定要好好保护地球 不要让它病入膏肓 环保要及时 环保不是口号 也不是大国间较量的筹码 别等到悲剧发生才亡羊补牢 到时已经是万劫不复了 天使的变化速度 会远远超越人类文明进程 久违的动荡会影响们的心 造成恐慌是错无助 但朋友们 请谨记不要放弃自己 要相信们是有能力去面对的 若每个人类个体可以从修心出发 全球的人或对立将会锐减 和平不是 梦想 世界才有节后逢生重新启动的机会 非常担心 今年会爆发更大型的毁灭性天灾 真的希望善果能让人类避过 每到初一或者十五 各大寺院烧香的信徒都是人山人海 争着抢着在佛前祈祷 求自己可以升官发财 求自己能够遇到好姻缘 渔民求能出海 多打些鱼虾回来 还有一些人 求菩萨保佑自己的仇人 家破人亡 他们殊不知 佛教讲的是利益一切众生的菩提心 过于自私自利 是得不到佛菩萨保佑的 有三种人 就算不烧香拜佛 也会得到佛菩萨的保佑 第一种人 懂得感恩的人 从前从前 林医有一个叫狼心的人 想找师父学习木工 几番斗转之下 狼心中拜鲁班为师 三年学徒 让狼心学会了不少本领 做出的活也十分精致 狼心自觉能力高超 甚至连师父也不看在眼里 一次 鲁班做出一个木头人 这木头人里装有机关 会自己拉锯 狼心心想 师父都能做出来 没道理自己不行啊 于是 趁着师父不在家的时候 偷偷拆开木人 把每个零件都测量了一番 回家就一样画葫芦 自己做了一个木头人 不解地事 木头人装好 却不会拉锯 狼心闷头思索再三 也找不出原因 只好去请教师父 师父听完 笑着问他 木头人的每个部位 你都测量过了吗 量了量了 而且很精确 师父又问他 你良心了吗 我没良心 狼心说 师父说道 因为你这孩子没量良心 所以做得活不精 木头人也就不能动了 狼心听完大炯 一个人不懂得感恩的话 再怎么烧香拜佛 也是不会得到保佑的 第二种人 有孝心的人 俗话说 百善孝为先 佛经中说 子女就算将父母 扛在左右双肩上 转绕整个大地 都不能报答母亲的恩德 在晋朝 有一个人叫吴猛 八岁时就懂得孝敬父母 家里贫穷 没有蚊帐 蚊虫冰摇 使父亲不能安睡 每到夏夜 吴猛总是赤身 坐在父亲床前 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 担心蚊虫离开自己去叮咬父亲 现在还有这种孝心的人非常少 现在不孝顺的人 却是遍地都是 懂得孝顺父母的人 一定会有好报 同样不孝顺父母的人 最终都会受到惩罚 第三种人 心地善良的人 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年轻的死囚 在被押往刑场的途中 途径人群 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 突然说了一句 你们看 她那金色的头发 多么漂亮吗 多么漂亮迷人 这位即将告别人事的年轻人听后 朝着老太太的方向鞠了一躬 含着泪大声喊道 周围若多一些像您这样的人 也许我不会有今天 短短的故事 里面有很深的意义 值得我们去思考 现实生活中的我们 有太多的指责和抱怨 却很少用善良来改变世界 其实一点点善良和慈悲 也许会挽救一个生命 一个家庭 或者一场灾难 同样心地善良的人 也一定会有好报的 因果的道理 每个人都懂得 种善因得善果 众恶因得恶果 懂得感恩 孝敬父母 而且心地善良的人 为人处事 肯定有自己的分寸和尺度 这样的人 就算不烧香拜佛 也会得到佛菩萨的保佑 愿你也是这三种人 菩萨一定会保佑你 此生免受一切苦难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